第二名血刀老祖 连城爵中第一反派 血刀门的创始人 这是基于15部小说中少见的邪恶组织 比之名教 日月神教 神龙教等远过之 血刀门除了忠于长教和同门 不得相残等基础门归外 对门人道德行为等毫无规范 弟子们越是凶残 越是邪恶 在派中得到的资源越多 长此以往 血刀派已成为人间炼狱 偏生血刀老祖 武功太强 且心智极高 虽作恶无数 却无人能管 此人毫无人性 女人在他眼里 或许连动物都不如 无非信手抓来 享用后 或赏给弟子 或随便处死 竟毫不留情 血刀老祖的贪婪指数 六颗星 卧处指数 三颗星 无底线指数 五颗星 位列第二位